我們要找電費的殺手 基本上就是找高功率 然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 對 那其實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就是冷氣了 百分之三千是兇手 他絕對就是兇手 對 這是我們這一台 某人大量使用不該使用的電器 就是我們回高雄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要去問我們的台電朋友 到底我們電費是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多收 就是有人開冷氣不關窗戶 兇手是誰 兇手是你啦 就是 不是你還沒看的路 你就先結論兇手是我 對 你用電的習慣要怎樣 才可以比較省電 或者是你的電大概都是用在哪裡 才會教大家 所以我們這次就向他取經 真的欸 你們家有沒有寄台冷氣要開始出多少 有沒有電熱水器 好你等一下可以問我們這些一樣問題 哇真的你就刁明了 為什麼我只是 我們電費 夏季是四千五 然後上一期夏末是 快三千 就是已經完全超出我們的生活預算 對 那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電費的結構一般住宅用電 它是兩個月計費一次 那它是採取累進費率 就是當你在這個計費周期 用了第一度電是最便宜的 它可能只有一塊多 然後後面你用的度數越多的時候 每一度電的價格會越來越貴 因為其實這個有欸 就是我帳單最下面有寫什麼 1.63乘以多少 對 然後最後一路變成 每一張帳單都用 變成什麼 4.80 我們夏季電費 已經用到4.8 這個幾句了 對是一千度以上 到一千四百度的時候 它每一度是4.8塊 對 然後最後我們 在4.8的時候 用了三百多度 對 所以那三百多度 會以4.8的價格計費 所以才會那麼 就是會來到一千多 你最後的那邊 其實就佔了一千多塊了 對 也就是說用超過某度 所以我今天開始 就不要再開燈了 我現在開的燈 就是每一度是多少錢 會比較有感 哦 所以假設我們在夏季的時候 會先試用夏季的級距 而且度數越來越高 比如說我用 每一期兩千度以上的時候 每一度會到6.99塊 那幾乎是7塊的水準 欸我們已經到 你們房東收的還貴欸 你沒房東收的 對啊 這樣就覺得很大 1.6到7 到6.99 房東是給你一個 平均值5塊錢 對 可是其實如果你用爽爽的話 你房東還是虧 所以你如果租房子的話 就要用爽爽 所以如果我們冷氣開爽爽的話 你到那個季貝週期的尾端 快要滿兩個月的時候 你每一度電視大概7塊錢 而且如果你是 一家四口的話 那比如說四個人都各自有開冷氣 那最後一直往上疊的話 大量的度數是疊到每度5塊6塊 佔的比例很高 那電費看起來就會 那度數雖然沒有很多 可是整個後面急劇是保重的 我們家裡的電器其實 並不是每一項都很耗電 會去區分說 到底哪些是高功率 然後比較耗電的電器 哪些是低功率 那你一直開著 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的電器 就比如說我們一般家裡 如果是用LED燈管的話 它的耗電功率非常的低 你可能開一個月 它可能也是十幾塊二十幾塊 這樣而已 可是比如說如果我們冷氣 是比較舊型的 甚至它是 你們家頻數很大 可是冷氣的鈍數不太夠 而導致它冷氣壓縮器一直在運轉 然後其實它耗電量也很貴 為什麼冷氣明明就沒有開很涼 可是我的電費很高 那是因為你的冷氣做工 非常沒有效率的關係 初步聽完 你覺得我們家電費 大概會花在什麼地方 百分之三千是冷氣 初步聽完是聽哪一段 隨便啦 反正我會撿啦 百分之三千是冷氣啦 你開窗 它就是持續就是 以那個最大功率運轉 那它就是停不下來 可是開窗很舒服欸 這是不是我們自然課本 到底在教啊 國中的自然課會教 那我小就想要教大家省電 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電器如果是正常購買情況下 它上面都會有 它在後面 它上面會直接標說 它的消耗電功率 那就是55瓦 所以一台空氣新進機來說 它的額定功率是55瓦 那假設我們一天 全部都24小時開著不關 55瓦乘以244小時 1320瓦小時 那換算成千瓦 才會是一度的概念 那1.32千瓦一小時 那就是1.32度 開一整天的話 那消耗的功率其實 只有1.32度欸 欸你們竟然有這個東西 那像這一台是夜片式電暖器 它本身就是高耗電的電器 那來找一下它的名牌在哪裡 在這邊 那它額定消耗電功率 它就相對高很多 記得剛剛那一台空氣新進機是55嗎 這一台它就是1500 假設今天晚上我下班之後回家覺得很冷 晚上10點一路開到早上6點 我睡覺的時候暖暖的 那這樣要用多少電呢 一台1500瓦的電器來說 它如果晚上我們開個8小時 那它算出來的話 會是12000瓦小時 那相對來說把瓦換算程度的話 就是直接變成千瓦 那就是12000瓦小時 那等於它一個晚上你開8小時的話 它就用了12度電 所以它剛剛記得嗎 我們用的空氣新進機 用了24個小時 它只耗1.32度 可是這個夜片式電暖器 你開晚上8小時 它就要用到12度 所以我們在衡量 到底家裡哪些是 比較耗電的電器的時候 就要考慮兩個因素 一個是 電器本身的功率 到底它是高耗電還是低耗電 第二個是 我們在使用這個電器的時候 大概會使用多久 那我們的機型是哪一台 我忘了 糟糕 手軟了 消耗電功率是2300 怎麼那麼高 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原來冷氣的消耗量這麼大 我就跟你說了 它有一個 比想像中還要高功率的東西 應該是電火 它在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拿不出來 但是我直接說我上網查 600 所以它600瓦 對 但是因為你不會一直用啊 你了不起這個東西 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吧 所以我們要找 電費的殺手 基本上就是找高功率 然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 對 對 那其實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冷氣了 百分之三千是兇手 它絕對就是兇手 要抓捷電的時候 就是先去調查你的使用習慣 哪些是高功率的電器 然後再看它的使用時數來換算說 到底它佔了你總共使用的電度數的多少 百分之 再來 我們家最多人好奇的應該會是 我們的釣燃室儲石機 因為它有時候在潮濕的時候 很常會是一直開著 有時候甚至可能會開24小時啊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說 它到底耗不耗電 276瓦 624 6624 也就是說 一天大概是6.6度 它這邊寫1100 因為它有烘乾功能 它在使用的時間上面 它洗一次三個小時 對 那如果假設一個禮拜 只洗個一次 好髒喔 那假設平均一度電 我們算三塊錢好了 那就是快10塊錢 對 那就是洗一次大概10塊錢 我覺得我們應該早點來找你的 比 沒有我覺得你即使聽了之後 你不會管 我會把蟲回撈 沒有當然就是頭很鐵 那電熱水器它本身也是一個很高耗能的電器 比如說 我們想像一下在燒開水的時候 就是直接消耗瓦斯把它轉換成火焰 就是換成電熱水器 我們就是消耗電能 來燉你的洗澡水加熱 那我們在平常燒開水的時候 可能燒個三五分鐘 那耗的熱能就很可觀的 我們想說我們在用洗澡水的時候 是對那一大桶的水 去做瞬間的加熱 那耗電量就很高 白天出門上班的時候 其實我們把一桶水一直圍在45度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那都是虛耗電能 那如果你就是覺得 電費支出想節省的話 那不妨是晚上回家之後 再把那一台電熱水器打開 讓它要緩慢的加熱 我以為你最後會帶到說 所以今天這個風景就是大家一起共癒 我以為你的說法是 那我們就不洗澡了 通常不是會說洗人水澡 絕對不對啦 洗人水澡 那就是所以結論還是 洗人水澡 不洗澡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電費小教室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知道如何 算電和節電 這你們家電費多少 上一期還蠻高的 大概6000吧 好我們下次見 等一下 6000 是你的用力的習慣嗎 我超喜歡開冷氣的 你們一家有幾台冷氣 現在換我問你 當然我們家的確是冷氣沒錯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吹冷氣的人